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天光了 我们今天是谈陪正 无论中学而小学 自从HKG报在今年10月开始报道 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多月 早前何力高校长和何建宗校监 接受他们内部的一位校友 经陪证同学通讯做了一个访问 那份访问是11月26日 何校监回应了HKG报当日有查询过他们的小学部 因为我们收到消息 有家长投诉怀疑陪证小学里有一位老师 因为反修例的时候似乎被人拘捕或犯了事 然后就改名 改名换性 改名换性 没有整容 改名换性 然后就继续在培证小学任教 我们很详细地说 三番四次出帖 希望校长培证方面和管理层 回应有没有这件事 改名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运行避webore 不可能是改运运人信运 改名不同运 就有飞煌达 改名有很多原因 改名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逃避猜测 所以我们就直接问校方 有没有一位老师改名做什么 有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收到投诉 我们以媒体的公职去做 将事实呈现出来 或者我们去找回真相 一直都没有回应 去到他们接受培证自己的内部访问时 11月26日 何孝监就这样说 他说一名老师在去年的政治运动爆发期间 在湾仔被警方折查 记下身份证资料 该名老师其后经法律程序更改名字 事件已经呈报给教育局 警方未对其作出检控 校董会通过 被这名老师在本学年继续任教 他的意思是很简单 我们只是说一件事 首先 我真的要问一问你 你当警察 37年 三十多年 什么情况下 你在反修例的事件里面 在警察折查你 查了你身份证 记下了你的记录资料 根据何建宗校监这样说 他说他没有被警方起诉 他也是这个老师 在法律程序上改名 第一问题 为什么被警察查完身份证后 要突然之间去改名呢 第一 当然 转下云 有理的可能性 他真的要转下云 但是明眼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巧呢 但是我从他刚才字面那里 就是那个说法 这个老师是被搜查 被截庭搜查 他说记下身份证 我不知道有没有搜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可以凭他说 那有没有被抓到他 不知道 没有说 是吧 因为没有说 可能拘捕了他 他说前一段 不说后一段 那没办法 就是说 你说你去厕所 他去厕所 那做什么 我又不知道 他的情况就是 他截查了 他登记了身份证的资料 有没有拘捕他 嗯 不认识 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 好了 那个老师 为什么去改名 又不知道 是啊 不知道的 最后 那个声明就说 那个老师没有被检控 咦 有人怀疑了 是不是被抓了 不抓又如何被检控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检控 现在 so far 拘捕了这么多人 都没有被告 嗯 只不过是说 现在还没有被检控 是否还在查 又或者 案子还在去 明白 那两天 我们说完之后 明天就被人告了 很坦白啊 周 你说到这一刻都还没有被检控 当然疑点是归于被告的 对不对 他可能是没有罪 但是当一个办学团体 有个小学老师 他被根据何考监那样说 他被警察折查了 登记了身份证之后 他选择这个老师选择去改名 即是立法改名 改完名之后 惹人怀疑 改完名之后 你觉得也有可能 可能有一些踩戒 所以我们要问教育局 是不是 你不觉得踩戒 你就不会问教育局 好了 问完可能 有没有说到 没有回复 没有说不行 他也没有被检控 所以 这个有点取巧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问教育局的老师 改名是否可以 那教育局当然会告诉你 你又不知道 他怎样去问 首先 我们什么 因为你看到他 写的东西 是这么 brief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乱那么揣测 我不敢揣测 我只是根据事实报道 我们只可以去 评估 说到底 我们只有一个论点 我们想问就是 既然校方都觉得 可能有点踩戒 所以你要问教育局 我想请问 大家都是说 各位立法会议员 都是这么说 请问培证小学的家长 有没有知情权 当然有 为什么我们 作为媒体 我们收到资料 我们想去问小学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们选择不去答 那好了 你们自己 自己爆了出来 自己爆了出来之后 大家都是问一件事 如果我的小朋友 是在培证小学读 为什么我不知道 原来这个老师 是在教我的小朋友 有没有知情权呢 有 当然有 是有知情权的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位置 除了这个知情权 我肯定有问题 我应该做个家长 我儿子的读书 什么老师教我都不知道 或者老师犯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好了 回过来就说 因为写这段声明 写得很好 果然是读书人 就是读书人 很聪明的读书人 就是求正义的 就是 有些读书人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会运用文字能力 特别高 去掩饰很多东西 那整段文字里面 其实全部都是对的 Factual 我们称为事实 是吧 事实 可能是片段 就是说 他问教育局他改名 教育局他改名 是可以的 我说不行 我又是估计 可能就是他改了名后 他教师的登记 有没有效 你想想 教育局 只是证实这个人的资历 比如陈大文 之前是有教师资历的 现在他改了 他叫陈一鸣 他只可以证实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而他又获得教师的资格 就告诉陪证他可以教书 不过这件事 我自己想 陪证小学是应该开诚报工 讲得清清楚楚 就不要被人有误会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论点 我自己也想说 比如警察 警察犯法 警察不是没有警察犯法 是有警察犯法 是 警察犯法 在法律上 譬如说制裁不了 不一定警队内部的纪律制裁不了 换句话说 他没有犯法 不等于他没有犯校内的校规 即是老师的守则 你经常强调他没有被警察起诉 都没有说是否入罪了 只是强调没有被警察起诉 有没有拘捕也不说 是真的 好了 他有没有违反培证小学内的老师的守则 是吗 如果他没有 或者有 你学校有没有进行过一套程序 去处理他呢 如果有的 为什么不说呢 全部都隐隐门门 很隐悔的 很惹人怀疑 尤其是你在大时大非 尤其是政治议题这么热的时候 不去解释给家长听的话 其实你是讲小学 校方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责任 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他会讲给家长听 现在扮教育 是一间宗教学校扮教育 现在不是你家裏 我拿钱出来扮教育 我喜欢告诉你 不喜欢告诉你 不喜欢告诉你 一个宗教团体 在香港有信誉 有地位 百多年来的校遇 宗教信誉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胡说 今天12月15日 培政中学出了一个澄清声明 要不要读一下声明 阿祖 全部都不用读 声明的大家都知道 想强调一些重点 但是重点里面 我看下去 最重的重点就是 叫你不要乱说话 是 因为他说保留 追究法律的责任 但是他又暴露了出来 他暴露了一些 他学校里面的制度出来 原来你对教师有制度 你教学有制度 那是什么制度 是什么来的 究竟你说我们乱说话 那你的制度又是什么 你先说这个制度 给我听 其实他说 有立法会议员 和某些网媒 指责他们学校 最近漠视国安法 和没有跟到教育局的指引 他就说 指责培政公然在校内 推动港独违反国安法 五度学生 他就说 涉及一些 用一些不良不当的 政治意识的教材等等 他就说 他现在澄清 他就说 没有这样的事 他说有跟着教育局的 定立的学校投诉指引 亦都会秉公办理 这个不是 你怎样跟 不是 我想说 其实我真的有时候 我真的很不明白他们 这封信就是 培政中学法团校董会出的 我真的很想 我只是很简单 我不要说 你不要说 违反国安法那件事 好像我们访问 麦美娟 立法会议员这样说 喂 有时候 其实你们要贴地 不要说国安法 实施了之前 还是之后 如果之前 其实一直大公民 会报你们那条片 就是在培政中学 有大唱 自己可以走进去 这个音乐室 拿了些乐器出来 大唱 这个 港独歌的 有些副校长 有联署犯 蒙面法 其实那些 你有没有看过 我真的 对不起 非常匪夷所思 还有这个声明 他有说 立法会议员 网媒指责 他们 不只是网媒 人民日报都有报 人民日报不是网媒 人民日报 是我们尊重的媒体 在他们眼中 不是指导思想 我明白 明白 我这样看的声明 他就说 莫视国安法 或者教育局的指引 如果没有国安法 那是不是有做 如果没有国安法 是不是不需要外国外港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公开了这么多 你都知道我拍了无数条片 希望和何力高校长和何校监 去对话 他们都觉得不需要对话 但这封信 这封声明都写得挺好的 最后一段 我都觉得他写得真是不错 他说 本校有严格之校规 颁布与学生遵守 学生也 学生遵守 也有周全的教材制作 及质素保证的机制 即是有机制 是 至今校内教与学 工作都正常 这些正常与不正常 原来这些校规 是给学生遵守 不是学生遵守 不是 他上一段有说 他都是将教育指引 有没有也不知道 好了 这个我觉得 我自己是有些感受 为何是有些感受 他说 维护了自善自正的校分 及办学精神 对于 后面那句不说了 维护了自善自正 善语症 其实是在基督教思想里面 以及儒家思想里面 都是最高的精神 是 这样说 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 能够媚着良心 去为他的宗教办事 我还可以原谅你 但是如果你 媚着你的神的旨意 或者你的宗教教诲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接受 不单止我不接受 那个人也不接受 对不对 上帝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敢专称 你想想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又作为一个标榜自善自正教育的办学理念 怎样可以出一篇这样的声明 还有 经常说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又说什么言论自由 担制言论自由 打压言论自由 这篇声明 我自己觉得 对于一切对本校 造成伤害之失实言论 就真的有点打压言论自由 我也有点害怕 还有很多立法会议员和我们一起害怕 如果要害怕 还有人民日报 还有大公文会 我自己是最不喜欢有信仰的人 去违背自己的信仰 不是 其实讲真那句 我觉得去到今天 其实大家拿个公道 这件事其实揭露了几个月 一直大家都在问 有没有这样的事 不如你学校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事 你正正经经回复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或者我们马上看清楚 就像段崇智中大校长那样 你归宿来做什么 去到今时今日 那是对的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以前做过是传媒人 简单 他们报多两次 没有收视就不会报 其实你做媒体 那个宗旨是什么 揭露真相 如果你们没有做过光明正大 别人不是冤枉你 说你有 别人问你有没有 你可以选择说没有 两间学校都很似 譬如说大学 中大 又缩到现在 其实我们可能 对校长有些不解 我不知道校长是否想出来说 好像现在这样 可能是身边的人 给他出来说 好像现在这样 校监才敢出来说 校长也不知怎样说 中大校长可能很正直 但都要出言附世 现在变了 那校董会 或者大学管理委员会 是不是有些指示给他 不敢说呢 搞到现在大学 昨天还有一段片 走出来 那些学生粗言畏语 去兇保安 是呀 我也是 是什么人来的 有没有读书 什么是大学生 我真是对香港的教育制度 如果是由中大起 中大应该要负上责任 如果是由培政起 培政都要负上 对社会 即是破坏社会 或者误导我们下一代 这麽大的重大责任 好了 我们今天天光料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